這樣 我就打了嘛 他這樣我就習慣去 就一定會打 後來他是這樣 啪 這招厲害 欸 最近後來有不早就被爸爸臉拉 對 後來我就說 對啊 我就開始啊 我現在這招我就不厲害了 而且爸爸一定都是 他 啪 這樣 他說 啪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幹什麼 他就比我厲害這樣 那他為什麼要把錢撒在地上 好 他撒在地上 他說 那錢啊 我說 爸 人家需要吃掉 他說 你這個傢伙啊 詩巾不媚 你不義之才你也拿 不義之才你也拿 他家裡 他喜歡講這些 他說 你不誠實 這個錢你怎麼可以拿 你怎麼可以拿到學校去 你要拿 你要跟我講 你怎麼可以不講拿到學校去 我現在講 爸 你是你獻我一不義耶 昨天拿 你三天後再跟我要 我早吃掉了 我小時候 因為我也要學校裡面買東西 要生存 我想要吃嘛 所以我就沒辦法 我就拿著他就會罵我 你這是 你不誠實 你一看你的腳 你彎了 你一輩子都彎了 你一輩子都彎了 就是你不誠實嘛 經常就搞這種挑戰人性的 對啊 謝謝你 維吾安的媽媽 曾經鼓勵她離家出走 對對 其實我們家比較妙 就是因為媽媽嘛 你媽媽是女強人 對 是女強人 我記得我媽媽 她是做生意的 對 做生意的 我媽媽都說 人家是男兒當自強嘛 我們家是女人當自強 就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往回家五分鐘 因為她會算我的那個程 就是車程 她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晚五分鐘 我說沒有啊 我到你同學家去啊 她就知道說可能有喜歡 去幫他們家收了一下晚盤 我媽媽就跟我說 我女兒當自強 我養你這麼大 不是讓你去收晚盤 拜託你做些 對社會有益的事 就幫我媽了這些 她媽媽曾經把她爸的錢 撕成兩半 對 就是比如說爸媽 就是當年啊 爸爸剛領了薪水 然後兩夫妻就在討論嘛 那錢當然是歸我媽管 因為女人當自強嘛 結果我爸爸不小心 講了一句話 意思是說 這筆錢是花到哪兒了 我媽站起來 把錢撕歸半 我們要觸動她的哪一個 因為她覺得你不信任 不信愛我 不信任 我管她已經這麼辛苦 你怎麼會這樣講 然後我爸爸就很舒辣 把錢撕回來用交代理好 所以你們家是你媽做主 對 就是我爸爸是經濟主要來源 但是我媽媽都是一切做主 所以她後來叫你 離家出手是為了對抗什麼事 離家出手是因為呢 我媽媽覺得說 我應該要念自己喜歡的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那個 就是什麼 教會學校 然後將來長大以後 什麼什麼時候 就一路這樣子走 那我那個時候是很想念 事情廣電科 所以呢 我跟我媽媽商量以後呢 我爸媽就 就是兩方意見不同嘛 我媽媽就說 好 這個事沒有關係 我們來設計離家出走 就是呢 我可能先到我好朋友家去住 我媽媽就假裝我離家出走了 然後藉此來對抗我爸爸 後來我離家出走 大概兩個多禮拜 我爸爸就答應讓我去念試信 而放棄本來考上的 兩個禮拜還蠻久的耶 對 其實我覺得我爸到第二個禮拜 已經知道了 因為他離家出走的方式是 一出去就回家吃飯 對 就是我離家到朋友家嘛 然後中午就回來吃飯 然後晚上回來吃飯 你馬上離家出走嗎 對 但是我爸爸回來的時候呢 我就到朋友家去睡覺這樣子 只有躲爸爸 對 爸爸是看不見你 而且我媽媽非常強調 就是女人一定要當自強 那你爸爸這輩子就很怕你媽媽嗎 非常怕 所以你媽口頭禪跟座右銘 就是女人當自強 對 不管我做任何事情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有幫男朋友洗一個碗 他就會罵我 他會說其實洗碗不是你該做的 你該做的事就是為社會做點油 做得好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而且我還記得 還在 爸 你可以跟媽媽做個朋友 他一直到前日子我跟他說 媽其實我有一點不想結婚之類的 我媽就說 沒有關係 女人當自強 你只要有錢有房子有朋友 偶爾有個男朋友 你可以不要結婚 你媽會不會害你情婦變得很不順 40歲還嫁不出錢 然後家裡的房子很快 對 死不行 他有 他有很帥的男友 就被他媽的頻道 對 其實我交過一個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就是什麼都很好 也很帥 但是他家裡環境不好 那家裡環境不好 並不是主因 主要是說他們家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一心瘋狂的愛著他 我就決定嫁給他 把他所有家裡的債都還掉 而且為他生孩子 我當時是這樣想 那我媽媽沒有阻止我 她就跟我 她長談了一陣子以後 她跟我說 她建議我去她家 看她的那個衣櫃跟冰箱 為什麼 後來有一天呢 我就真的到他們家了 然後呢 我就打開他們家的冰箱 其實那一剎那 我有點了解我媽的意思 因為呢 一般我們正常冰箱 是不是就是雞鴨魚肉 然後什麼飲料之類 那他們家冰箱一打開 食物是壞掉的 然後蛋糕是切一半的 那個大哥的小孩的零食 吃一半在那邊 他的生活品質是不OK的 你本來就要去拯救他們家 對 那時候我媽媽可能是想要 讓我體會一下 那當時我還不覺悟喔 我又去看她的衣� 我就瘋了 因為正常的衣� 是不是有乾淨內衣褲 乾淨折好的 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們家的衣� 亂成一團 然後內衣褲 可能大嫂二嫂的 什麼幾天沒洗的 然後誰的小孩 全部堆在一起 然後那個舉動 其實有讓我嚇到 就是讓我意識到說 其實我如果嫁給他 我們的生活品質差很多 後來事實證明 我跟那個男的 真的越吵越兇 就是因為錢跟價值觀 他小時候還會 聞大人手上有沒有味道 那很難聽 所以是老謀生算 對 就是因為那個小時候父親 就要教育我們就是 你隨時要有禮貌 然後你要察言觀測 對 代客 那怎麼穩呢 是把臉湊上去穩嗎 沒有啊 你就有伯伯來的時候 你就開門啊 你一定要小孩子 一定要去開門 家裡也是我一個 我跟潘老師講家裡就我一個 你開了門以後 然後呢 龔伯伯好 王伯伯好 孟伯伯好 然後呢你就要牽著他的手 然後他說龔伯伯請坐 真的嗎 這個時候你就 就可以溫伯還有抽煙了 誰跟你握手去溫伯伯伯 你還是想 王伯伯你好 王伯伯您真好啊 王伯伯您好得不得了啊 你們鼻子能那麼差勁啊 那你聞了有煙味代表什麼意思呢 待會他要抽煙的時候 你講說那抽煙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他要拿煙的時候 你把那個煙拿給他 錯 要在第一時間之前 你就要看到他已經有動作 要去拿煙了 所以當他手伸過去的時候 正好煙送上去 你這種行為根本就是為了貪小費嘛 那誰給你小費啊 然後那誰的茶沒有了就趕快去倒 那啥 只有在家裡弄 眷村媽媽那個茶 我要去人家家 幫他一個小朋友 我手才一拍 他就把煙塞進來 我妹妹想喝杯高檔就 我 只有我 叫你還能不給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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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真實 經理人國防部長也 沒有成功去發展 沒有 不真的 他有動怒到要打你 還是要叫你滾出去 其實他動怒打我是 在我13歲那一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好奇 就是同學啊 就會就會就是 說來話場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我們去談話節目 好久 好久 你同學慫容你去跳 對朋友同學啊 就跟他去的時候大概是兩點多 差不多三點多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人不見了 就在那個舞廳裡面不見了 後來我就被丟 丟在那個舞廳裡面 然後到 那時候我想說糟了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來 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出過三條街 我就在舞廳裡面啊 就找了一個還蠻順眼的一個人 看起來不像壞人 對看起來不像壞人 我就跟他想說 可不可以請他帶我去 去做公司 我要回永和 我那時候住在永和嘛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就已經差不多七點多了 就其實我的門禁是在下午五點 所以為什麼只要輸掉這麼快 七點多不是很早嗎 對啊 可是我的門禁是下午五點 舞廳有開這種下午場 下午場 那時候地下舞廳 那流行的以前那個時候 那流行的以前那個時候 一定要回家吃晚餐就對了 對對對 七點到已經不行了 然後那時候 一開門的時候 因為我回到家了嘛 然後開門 然後我哥就跟我講說 喔 你是不是去舞廳了 然後他就說 對他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我心裡想 怎麼會知道 他說那個誰誰誰 你跟他去舞廳 你同學很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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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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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搶了他的男人吧 沒有 我那個時候在哪裡倒啊 就讓我爸爸那時候去打麻將 然後後來就回到家了 我哥就第一句話就跟我爸講 所以我妹妹他今天下午 跑出去 然後去了 你哥幹嘛告狀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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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味 我們擦翻 還沒界 你們裏 一家人 一家人